上海公报以后 我和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了美国 在美国的白宫 尼克松总统 寄见了我们 他说你们率先打开了中美友谊大门 他说你们就是最大的胜利者 美国运动院和中国运动院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 就是最大的胜利者 他说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一定是会给世界和平 带来美好的 我们在美国确实受到了 美国人民运动员 对我们淳朴日勤友好的接待 我们到哪里都有很多很多欢迎的学生人群 我印象很深的 还有这个康尼 戴威 他们都是我们中国运动员乒乓球队的朋友 去年吧 疫情期间 我和他还在视频上沟通过 我们所谈的内容首先第一个 当时你们第一次到美国或者第一次到中国 彼此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都谈了一些感受 他们受到中美来总理的这个最高荣誉的接见 我们也回忆在当时白宫尼克松总统的接见 而且我们还聊到 你有几个孩子了 孩子们还喜欢打乒乓吗 你还想来中国吗 他说我们考虑等到疫情接受了以后 还想和美国的拼携一起为中美友好做点事情 应该说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的友谊还在 五十年前这样的艰难 我们都能够打破尖兵 我们没有理由不应该中美友谊延续下去啊 我们应该好啊 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好啊 中美两国是个大国 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是非常愿意友好 我们两个国家也应该为世界的人民带来美好 我们下期见